德云中角学历差距有多大 郭德纲全家是酒漏鱼 找不出一个大学文体 在台上说的时候 我盘点文字 不是我 德云社 我出二名 我儿子呢 出三毕业就不再上了 张军雷现在红成这个样子 小学四年 云鹏呢 初中毕业三年 德云社是一个神奇的存在 丸云平关于自己的学历 在节目中这样说过 你没上过清华大学 我没上过清华大学 我上的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自考 好 轮个宁考那年 那会儿还没归清华 归了 这个归了 归了 归了 刘晓婷凭借初中学历 缅压师兄弟一头 中专 初中 各位 不好意思了 压你们一头 显瘦 还有联络呢 真的没有想到 竟然压你们一头 严和祥数理话太好 一抹考了五百多分 好这伙 我们那个年代 我高考一抹 你考五百多分 你跟家里头你想学艺术 家里头你腿打折了 当岳云鹏被问到学历时 强调自己真的上过初中 初三 我初三上了一个月就不上了 我真的是上过初二的 我不是小学没毕业 好吗 不露脸哥 德云社过不去的学历狗 张赫伦嘲讽德云社学历低 月云鹏 小月 开本 就这十个月的学习是吧 对 还差点意义 对 不像话 自个儿来的期待又上去了 别把我留下去 德云社学历低的都火了 张九龄自称有优势 上的六年级 张云雷上的四年级 还有火的郭麒麟 哦 初二 初三 你说师傅说的话有错吗 没错 一人拼到最后拼的就是文化 但是师傅没说全 在德云社享火拼的是文化低 对 啊 没听说 拼文化低干嘛呀 这一点来说朋友们 我就有领先他们这地方了 郭老师面对于谦这个大学生话都说不利索 余老师个大和尚 什么叫大和尚 大学生 大学生 对了 你是你是你是哪个哪个大的 不是你是哪个业 你大业大业了二 什么呀 你说什么 不是不是你是哪个大的学了那个 那点子业 不是你哪个业 我是你哪些业 你什么乱情啊 你哪儿毕了那点子业 你想说什么 你想说你哪儿造的念 我干嘛去了我 孟克堂周九良台上互相调侃学历 保安系 保安系 不业的是不是 什么北京大新 北京大新保安系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保安系 对 毕业的 对 我在门房上班了 对 这北京大毕业 有学问 是 有学问 是 您在哪儿 我不知道您在哪儿 高福 复旦 您轻点儿 蹲下的时候轻一点 岳云鹏被调侃学历 小月月心里苦呀 什么学历呢 胎教 还是胎教 胎教 文化水平不高 那最好是胎教毕业 最好是 胎教毕业 真的各位 你们不知道啊 就刚才我们在后台聊天的时候 当时你也在场吧 哦 刚才 对不对 刚才我忘了是谁多句嘴 一说这个就提到什么 提到这个文化水平这方面 文化程度一提到这儿 云鹏当时啊 就 站起身了 人家转头就要走 扎心了 扎心了 真的 不爱听这个 是 当时你 你还是比较仗义啊 对 一看人家走 赶紧拦着 有师哥师哥 赶紧把师哥抱起来 放在桌子上 我拿到赵王爷了 就认着我 郭麒麟知识储备有多强 走马官碑的典故说来就来 走马官碑啊 说的是春秋战国时期 苏勤苏继子 有这么一门绝学 骑了一匹高头快马上 行驶在大路上 路旁有一桶石碑 骏马飞驰而过 苏勤回头一看 碑文写的什么 记得清清楚楚 这叫过目不忘 大林对传统文化张口就来 这是抢了讲解老师的活呀 清风摇碎 对 然后上面还有这个亮晶晶的 撒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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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等老师先说完 你再说 我不是帮着老师说吗 老师说 我说觉得老师说的好 大林拍戏十剧本里的算术 都是自己修改的 文学工地很强 可是他不会算数 他给我的一稿剧本里 好多数都算错了 最后是我拿着计算器 归零归零归零 最后那个数都是我自己算的 郭麒麒麟对场上难题信手拈来 大林智商被低估了 大林写毛笔字 嘴上说着不会 专业词汇一个接一个 不会填别 诶 我怕斩卷 哇塞 我说写过书法吗 没学过 怎么可能没学过 你看你卧笔都卧得挺好的 我就会卧笔 可以没有文凭 不能没有文化 可以不上学 不能不念书 关注我 带您了解更多德云新鲜事 下期见朋友们